其實喊的最兇的就是那幾個人對吧 是啊 我們現在組織了50個人 你知道嗎 你看導演都被黑崩潰了 都被噴崩潰了 這其實也沒多少人噴導演 但是就已經把導演噴崩潰了 好地 比賽開始了 比賽開始了 看比賽看比賽看比賽 你不要再噴導演了 導演每天都很傷心 在噴會圈裡面各種傷心好嗎 你不要這樣 哈哈哈 他很傷心 他的追求 他的追求感覺就被 其實導演還是有點藝術追求 大家要理解 導演因為他有藝術追求 所以說就這個樣子 哈哈哈 好來看比賽吧 這邊黃色的重組 就是來自於SKT1戰隊的書本 出生在了上方的兩點鐘的位置 而下方四點鐘位置 就是紅色的重組來自Statio戰隊的Life 出生在了下方的四點鐘的位置 地圖來到了要塞 他們把波五的比賽 現在已經打成波七了 是把波七的比賽打成波五 我把波七的比賽打成波五了 我把波七的比賽打成波五了 你今天腦子也有點混了 我告訴你 把波五的比賽打成波七 只有一種可能 就是真實大帝 打那個Suki 沒有啊 還有可能啊 什麼 F就要叫我兩排好哥哥 我遭得住你 我遭得住你 也可以啊 跟真實大力的全數啊 是一個效果 可以 这张地图就比较大了 两边都选择裸双开局 从房子飞的方向来看的话 好像是 Live的运气比较好 差不多 他已经发现了 既然发现的话 我跟你说这张图 就是前期就不要想什么东西了 老老实实运营吧 要么拼蟑螂 要么拼蟑螂 要么拼飞龙 这张图就没什么好看的 这个图就无脑包蟑螂就好了 因为你出飞龙 三框可能开不起来 你无脑包蟑螂我就出飞龙 我也可以 地图大呀 你要这样想 你还记得我的四条狗跳飞龙吗 这张图 四条狗跳飞龙 你这种没节操的人 我怎么跟你交流 也还是有点实力的 四条狗跳飞龙 只要跳出来了 对方吻死 还有什么 一个少兵跳六个先知这种对吧 是 这张图就是偷 谁偷 谁跟偷谁就赢的 大事 两边雪池的进度差不多 因为都是裸双开取 这样的话 开取等于是一个军事 这样比赛 其实前期真的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这张地图就是一张运营神图 那么大 那玩不出什么花样 对吧 对 对 有观众在问真实大帝出不出网吧 真实大帝出网吧了 真实大帝也出网吧了 这次 其实从网吧出来的人组选手 其实都还是蛮有名气的 比如说教主啊 太阳啊 真实大帝啊 这些都出网吧了 对 所以说下一届的这个节奏 应该会比较好看 嗯 毕竟真实大帝 嗯 嗯 呃 反正前期来说的话 两个人只要不出大事物 都是对A 对吧 哦 就是对运营 好像说本想要压一下 这个毒包冲冲放这么早 呃 但没用啊 你这个放那么早 有什么用了 他可能就十条狗压一下 哎 就是让你不要 不要像我这种四条狗跳飞龙就好了 对 你就不要偷 还是要弄一弄的 至少女王多少点对吧 老老实是大家拼蟑螂 但实际上你看 他们现在这种三女皇四女皇 看根本不怕的 你就真实 对 我就老老实跟你打嘛 就好了 四女王直接堵个口 你抱了狗 我就 我也接狗就是了 女王加加选拖一下 还有房子看着的 因为这前期有房子预警 大部分的战术都不是很好成功 今天也是网易有一个活动啊 是星际三周年的一个活动 是吧 大家有兴趣的玩家可以登录到登录到这个他们网易的官网啊 现在的搞活动在抽奖 对 微博上好像也有抽奖 对 就反正我已经把我的三个国符号都抽了 一个都没抽到 抽什么呢 他抽大奖是什么 大奖 iPhone5啊 怎么网易也送iPhone5啊 我觉得他应该送那个 他应该送那个叫什么 其实他送iPhone5不如他把他那些珍藏版的手版拿出来送一送 我是觉得诱惑力更大一点 好像有里面 有的啊 好像是看一看的 我来看一看他的奖品 有兴趣的玩家都可以去他们官网看呗 就是SC2.163.com上面 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只要你有国父帐号就可以抽 好 这边果然是有人跳飞龙了 书本这边压了你就跳飞龙 跳飞龙 跳飞龙这个地图飞龙其实不是解决战斗的方法 只是让自己的三框压住对手的三框 飞龙还是要转型 这个图还是要转型 不可能说一直暴飞龙 嗯 嗯 2m在这边拼狗毒豹 Live 有这个毒豹被截了 地图确实有点远 等他跑过去的时候也没剩几个毒豹 这图很远的 书本这个飞龙跳成功了呀 这等于是 对 八条飞龙已经在造的对方 十一个蟑螂刚刚才造 等于你过去再半路我就开始 就开始A你了 关键是他的3GD比对手还快 你怎么遭得住 这个图我感觉就比个齿 对呀 这张图我跟你说的就无耻跳飞龙 你看我打F91是不是很稳 毫无节仓 你怎么又变成你打F91了 哎呀我就 最近我打这张图就只打了F91了 那只能记 只有这个技艺你知道吗 就拿他做技艺品对吧 好这边看到飞龙啊 看到飞龙 其实对Live来说的话 现在看到飞龙形势也不算很坏 对吧 他只要稳着 度过到150人口之后 飞龙就成为了负担 反而是飞龙这些人口没什么用 要看飞龙到底有所有多少得 他只要三矿不受到影响的话 那就影响不大 按道理来说不太会 因为 因为现在你说你飞龙的数量 打一个防空都打得过 嗯 那倒是 对吧 他女皇数量也够多 哎呦 我觉得 Live要打女皇带蟑螂一拨啊 我看样子 这个图这么远 女皇爬得过去吗 你用那个 尝试一下 虫洞或者 但是你可以直接 你现在不是蟑螂爆了之后嘛 你现在女皇就往外走 因为飞龙已经没几条了 一共现在就四条飞龙 用女皇往外走就可以了 书本这时候肯定是全力爆蟑螂啊 因为他知道如果再爆飞龙肯定就输了 但说实话 这张图 这张图由于比较宽阔 呃 ZVZ里面用的比较多的 这张图 比如说你走了飞龙之后 你看着现在这种形式 哎就别转蟑螂了 转蟑螂你攻防又比对手满 那怎么办呢 你就直接龙狗毒爆算了呀 龙狗毒爆 他包在爱这张图 哦 那对手如果是罗豪管 等你来换家那种呢 他出了干眼虫 你怎么办 拿我去死啊 我飞龙 我飞龙你又不要一直很多出去 你就给他七八条让他看着 以为你转蟑螂什么的了 对吧 然后家里面龙狗毒爆 或者 然后军台在不停的往前扑啊 看这个样子 就要来了 蟑螂 对 蟑螂带女皇 呃还有一种就是你这个时候书本还有一种啊转型毒爆带蟑螂也很猛 毒爆带蟑螂 嗯 从他哎 赵赵 x2 ś1 x2 x3 x4 x2 x4 x4 难想到 试个timing 这个timing 我觉得舒本死了呀 还带感染的 两攻的timing 女王多了 都满能量女王 还两个冲动 他是怕对手点掉了 对的他接两个冲动 要接兵 这边舒本好像也有干冲 有干冲能守住吗 路口的话还是有机会的 主要是现在舒本的冰种质量有点差 他有一波人口是小狗 对 感染童的数量到这就看这个路口 他不能放这个路口放了就输了 他现在就这样定 反正飞龙已经没什么用了 飞龙在这里羽黄有点多 哎呀 舒本的这个 位置也不好 就看这几口加血了 不过这个路口 不过这个路口确实舒本还是防的很不错的 定的定的相当好啊 但血也加的很好 就看后面接兵了 他打出了一个无声口的差距 打死了 还是攻防 我们看到两攻 确实威力大很多 本来冰种组合就有优势 女王让他整个冰种质量提高太多了 这场比赛 要么这样好了 等会比赛完了 你去把VOD捡一下 哦 好的 就是我去下下来捡 你帮我捡一下 好的我知道了 这VOD下下来就是超级吗 还是要重新压一遍 下下来好像是 MP4格式吧 还是FOV 可能是FOV 我估计要重新压一遍 嗯 但实际上我看他们 哦 他们在直播室里面是直接录的 他们不是那个下来 对 我知道了 那我重新压一遍 稳当一点 好第四盘比赛 第四盘比赛 还没有到赛点 看苏本怎么样去应对吧 苏本打中后期呢 有点打不过life 他的 实话说 这个智商确实要比对手低一点 对 但是他的 爆兵什么都很强 苏本前期都能占到一点小平 对 地图极地涌夜 这又是一张进攻型地图啊 反正这种攻击型的图呢 就很适合书本 如果是能够方便打后期的图呢 就很适合life 不过 就是 但是准备的 比较好 刚才呢 应对也还不错 特别是那个重动放的位置 可能书本当时也想不到有重动了 只是没有想到放到这个位置 有觀眾在發帖子問WCS的中...